大家都知道上個禮拜連續短短的六天 然後發生五起非常嚴重的額面事件 也造成了五名三歲以下的孩子不幸死亡 我想這個在台灣的社會來講 這是一件非常沉透的事情 特別是面對孩子的生命遭受到這麼嚴重的威脅 我覺得我們大人都有相對的責任 進一步去想辦法怎麼樣來進一步預防 然後來面對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現行我們的兒保體系 發現還是有三大漏洞存在 那第一個就是從上個禮拜的案例 很明顯可以看出來 我們現在的小爸媽並沒有獲得適當的追蹤跟輔導 那我們現在每一年大概有三千對的小爸媽 那這一些孩子我們可以知道 他是孩子生孩子 他是未成年人 所以他生下小孩之後 他當然沒有辦法給孩子一個很好的照顧 如果他的原生家庭沒有給他適當的支持的話 所以呢我要求我們未來針對這一些小爸媽就是小爸媽產子的部分 我們應該要給予追蹤輔導 特別是像我們的公衛護士應該要積極的介入提供這一些未成年的小爸爸們必要的這個育兒的指導 這是第一個我想我們要把它補起來的漏洞 第二個就是從上個禮拜發生的案例 我們也發現有兩起都是爸媽患有精神疾病 然後殺死小孩可能他沒有就醫或者是他沒有準時服藥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更看到現行我們的這一些患有精神疾病的這個就醫的人口 大概已經有達到12萬 那這12萬人當中到底有多少他家裡面有這種6歲以下的子女 他有沒有能力就是做好扮演好這樣的一個親子角色 他是需不需要社工的介入跟幫忙我們衛生醫療單位的介入跟幫忙 我們的主動篩檢能力恐怕還是不夠 現在還是沒有做到位 所以將來我們必須針對這一些民患有精神疾病 這一些就醫的人口仔細去了解他到底家裡面有沒有6歲以下的孩子 主動去篩檢然後我們主動提供幫忙 另外一個漏洞就是我們看到酗酒的問題 在上個禮拜發生的案例當中 其中有一名父親他也是因為酗酒的問題 然後把自己的孩子打死了 那這個部分我們看到我們目前國內的這個酒飲的一個盛行率 如果去推估的話 我們現在大概全國的酒飲人數有高達57萬 那這57萬人當中如果他家裡有這種 其中有人有這個6歲以下的子女 我們有沒有能力主動去發現 歸納出來 第一個很重要的就是我們現行的6歲以下弱勢兒童的這個預警篩檢跟查訪機制一定要入法 現行只是一個辦法 就是等於各縣市就是做到多少算多少 他並沒有一個強制力 那下個會期呢我想我這邊就會提出兒少華54條的修正 要把這種6歲以下弱勢兒童 預警篩檢及查訪機制強制入法 也就是說他必須從一個現行的沒有強制力的執行方案變成是法令規定必須要做到位的一個特地執行方案 將來這個很重要的就是要把現行幾個重要的人口都想通通納入 包括預期未完成預防接種的兒童 未納入全民健保餘一年的兒童 領有各項生活輔助或急難救助的兒童 因上小學而未入學的兒童 還有矯正收容機關收容的子女 還有出生以後沒有登記的這個人口 另外一個這一次的重點 父親或母親未滿18歲 那另外就是包括精神疾病 藥酒飲 還有家庭遭遇到一些婚姻醫療等問題的 這一些兒童通通都必須納入我們主動篩選的機制當中 我想這個是為了確保我們的孩子受到必要的保護 針對六歲以下幼童 我想我們政府的公權力必須是更強制的進入我們的家庭 應該是要修法 強制把這個六歲以下弱勢兒童的篩檢及查訪機制 就是強力入法 然後我們要運用大數據去比對各部會的資料庫 希望多做一些補強工作 我們可以多去保護一些現在處在危險邊緣的孩子 讓他們可以得到政府跟民間力量的協助 這個針對非典型家庭的照顧者 也就是所謂的同居人 朋友 臨時脫育 他們也可能成為被肆虐的對象 而且這個比例是不斷地在攀升 所以我們是不是想想如何建立一套追蹤 加強仿視的機制措施 當然是有高難度 但是我們如何就如同剛才 王毅美委員講 從大數據裡面的資料 我們也想去整合警政衛生內政等等 把這個安全網的破洞 我看是不是也把它補一下 盡量的來做到股腔 我也引用家福基金會的統計 這三年來因為疏忽肆虐 造成兒少死亡的案件 真的是判斷了很多 受害的兒童有五成都是未滿三歲的嬰幼兒 這些人真的放在非典型的家庭的照顧 同居人還有臨時託育 這些數據看起來也真的是 我們要更加的緊地 因為比以前高出了相近兩倍 我想非常謝謝王毅美委員 他提出來明年下個會就要修法的考量 我想為經濟把這樣子的 我們可能從非典型下 民造屋者的漏洞 我們也納入到華裡面 把它能夠再加強一點 謝謝